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理论 是说当你进电梯的时候 你应该先按那个开关电梯的门 再按你要去的楼层数 因为电梯的程序设计 通常会有一秒钟到两秒钟不等的等待时间 那假设你每天用电梯四次 你可能就会浪费四到八秒的时间 一年下来你可能浪费二三十分钟 甚至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你常见累月的使用电梯的话 这个小习惯会帮你节约很多很多时间 人类生最宝贵的就是时间 所以这个小理论或者是这个小习惯 大家可以广泛传播一下 昨天好久没有更新Vlog的Cassie大神 发布了一集很简短的Vlog 他的YouTube订阅数超过了一千万 哇一千万 而且他这一千万的粉丝质量很高 他的每一集YouTube的阅读量和观看时长都很高 好羡慕好羡慕 但是他也是经过常年累月的积累 他在视频中说他十二年的时间 常年累月的在做视频 而且做得非常精彩 非常努力非常刻苦 他的成功是他努力挣得的 然后他也继续鼓励了所有的喜欢做视频的朋友 他说从一百万到一千万其实并不难 从十万到一百万也不难 但是从零到一万是最难的 所以我现在正在最难的这个阶段 我现在有三千五百多 当我突破一万的时候 我会很开心很开心 然后你在网上发布你的这些生活类的视频 跟个人相关的 包括露脸的这种 真的是要有很强大的这个心理素质 因为网上会有形形色色的人 各种各样的人 所以最近像我在YouTube的粉丝稍微多了一些 就开始遇到那些所谓的垃圾人 看完你的视频什么都不说 就骂你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企图打击你的话 一开始我真的是对这些人挺厌恶的 挺憎恨的 他们的留言我都会反馈 我会反击他们 像我那条阅读量最高的那个卖房子那个视频 Laguna的 那我就去逐条的回复他 跟他去理论 但是后来我发现了这样的人 你真的不用理他 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 而且你跟他去讨论 真的会把你自己带傻 这会儿来机场接到我们客人 他们出去玩了两天回来了 这个微信共享实时为止真的好方便 一开始我认为微信是 透露别人的技术和概念 然后来发展 名不正言不顺的 后来我觉得他们做起来还真的是很有自己的一些技术特点 年薪很高 确实很好用 微信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就是他每个手机只能用一个账号 每个iPhone只能用一个账号 那个安卓的可以用多几个 然后每个账号只有5000个好友的名额 像我除了做地产经纪之外 我还有我们其他的运产 美国运产的公司 我还有很多账号 所以我现在被迫带两三个三四个手机 这一点真的是极大的不方便 傻傻的机场工作人员把我们客人的箱子给运没有了 运丢了 现在要把车停到停车场里面 帮他们处理一下 我还没有走到的地方 他们就已经找到箱子了 好奇怪 他们的箱子是跟下一班飞机一起来的 小火鸡 是可以索赔了 当然要索赔了 走吧 他们的箱子轮子少了一个被损坏了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索赔一下 他居然又找到了 原路返回找到了他那个丢失的轮子 所以算了不索赔了 他们说这个箱子在国内可以免费帮他维修的 所以就算了 就是这样子吧 对 就是沾上去的呀 就是沾上去的 嘿 没睡吧 睡到没睡 没睡就没睡 就回头拿到店里让他给修一下 好喜欢这一款两边的门可以拿下来的木马人 哇 好霸气呀 顶棚拆掉就不说了 不光敞篷 连门都可以拆掉 路卡斯肯定超喜欢的 把我的客人送到酒店了 因为我时间比较急 所以我没有送他们进房间 我现在又要去接路卡斯游泳了 他到时间了 阿果曾经说过我的Vlog 每天都在重复这些东西 路卡斯游泳啊 我健身啊 或怎么样 那其实 这就是我的生活 这就是我的日常 而且对于新关注我的朋友来说 他不会去翻看我以前的Vlog 他不太会去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这些东西反复的出现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的生活 如果你是新关注我的视频收看者 我再重复的说一下我的一些特点 我喜欢喝奶茶 我喜欢戴墨镜 我喜欢戴手环 然后我有一个漂亮的老婆 只能有一个 然后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然后我做美国房地产 我做美国孕茶 我做美国孕茶 然后我喜欢打篮球 喜欢健身 喜欢车 所以 差不多就是这样 路卡斯 爸我问你啊 家里养了一个老鼠 你心里开心吗 刚睡醒不想理我 我的新快递 这里面是一个拍Vlog 早就应该有 但是我最近才发现 我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叫ND filter 长白一点就是 给这个镜头 戴一副墨镜 这样在光线特别长的时候 我不用 调高这个快门的速度 它可以让我的动作更自然 现在你看我在这里挥手 这个手 这个手是有一个影子的 这样是符合人的 眼肉眼观看到的效果的 但是有时候在室外 光线特别强 我被迫 我被迫把快门的速度调得很高 这样我在挥手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这个影子 它一格一格像牵手观音一样 那动得也很不自然 那动得也很不自然 今天跟Lukas的分手尤其的漫长和痛苦 因为他刚起床 拜拜 拜拜 他在闹起床期 阿奔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泰式按摩的店 阿果的腰不舒服 送他过来按摩 然后我现在回去接Lukas 这就是我的生活 像一个司机一样的存在 好 像我刚才就从快门的125速调到2000 所以大家才会看到画面没有那么的亮 才能看清楚Lukas在水池里面做什么 那我装上刚才那个ND filter以后 就不需要这样调快门了 Lukas 你给哥哥姐姐们看看你的新衣服帅不帅 这什么呀 这什么衣服 你们有没有看过我那集视频 我从T-mobile领了1000美金补贴的 我从T-mobile领了1000美金补贴的 如果没有看的话去搜一下 我女儿现在会让我看她表演打滚或者是做一些动作 然后让我赞爸爸 说爸爸赞爸爸 我女儿叫 妈妈看 就像我希望观众朋友们点赞一样 他们希望我点赞 下起的零星细雨 Lukas跟Fiona在跟一个老外叔叔聊天 老外在哄他们玩 这里有很多老外特别喜欢小朋友 下雨就要抱抱 嗯 那要不要轻轻巴巴呢 嗯 嗯 嗯 我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亲我女儿 好多次 好开心 好开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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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她们拿不住了 爸爸 对妈妈拿了 妈妈拿了 我妈妈拿不住了 我妈妈妈拿不住了 地上是妈妈要掉 这个就比今天在机场遇到的那辆小多了 虽然门也能拆掉 那辆就很霸气 避震很高 今天好奇怪 一路上遇到特别多这个车 我刚才拍的这辆后面还有一辆这个车 还有什么车 就是两边的门都去掉了那种吉普车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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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家 这一家 那是这 你看这边 这个家 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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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妹妹刚才磕的头了 一转头撞到桌角了 好委屈的 转角遇到哎 结果遇到了桌子 转角遇到了桌子 转角遇到了桌子 我们从奶茶店里帮她要了冰 冰敷一下 好了哈 不疼了 嗯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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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